接下来这个镜头 可是非常难得 科学家花了25年 第一次拍到这样火山 这个海底火山爆发的景象 而这小小的火山口 喷发出火红的岩浆 冒出温泉一样的白烟之后 只瞬间变成了玄武岩 也就是形成了 我们平常看掉地表的石头 带你赶快去看看 这个难得的镜头跟画面 拍摄地表火山爆发 危险重重 而海底的火山爆发 今天以前从来没有人见过 科学家寻寻觅觅 终于在南太平洋 萨摩亚群岛附近 第一次拍到完整的喷发过程 透过深海小潜艇 在1000多公尺深的海底 拍到的场景可以看到 海底小小的火山口 岩浆从里面喷出来以后 周围冒出浓浓的白烟 好像是温泉泥浆的颜色 而在深海的超高水压 还有低温下 原本是火红的岩浆 立刻变成黑色的小石块 也就是所谓的玄武岩 火山爆发在海底 占全球喷发次数的80% 但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深海 很难得一见 这个研究花了25年 终于找到最关键的一幕 而科学家也说 火山爆发造成地壳诞生的那一刻 也就是这样的场景 也就是这样的场景